大浦的抗议活动持续接力 今天知名导演戴利仁、杨丽舟等人 和艺文界人士再次走上了凯道 他们高喊今天拆大浦 明天拆政府 要政府还给大浦居民一个家 也还给台湾民众一个公道 上午10点凯达格兰大刀上聚集至少上百名民众 顶着大太阳前来抗议大浦事件 今年入围金曲最佳台语专辑的考秋琴 用即兴rap唱出人民的愤怒 导演和艺文界人士也纷纷到场声援 我是代理人 今天拆大浦 明天拆政府 那爸爸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抗议 那那一刻其实我都 我非常非常难过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必须教一个四岁的小孩子 什么叫做抗议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非常的中国 非常的中国 每天想的都是China 也就是每天都在想的是China 四大诉求包括要求道歉 原址重建 查车苗栗县县长刘正宏 任内所有土地炒作的不法案件 以及修让土地征收条例 这些艺文工作者也共同宣布 在政府不愿落实这些诉求之前 他们还会再次发起行动 抗争到底 谢谢大家